朋友们今天来拿证啦 这里就是取证件的地方 拿证得带护照来呀 看到各国的媒体记者们已经在排北等候了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欧冠军赛虽然令独在 但因为我因为眼睛出了问题 然后再加上签证的问题 我没有能去看成 今年终于来看欧冠军赛了 也是我第一次看欧冠军赛 哈喽 欧冠证件领取得非常严格 就是你必须本人来拿 还有现场可能要现场拍照之类的 去年我本来是想说没去成 但是我也有这么 奇瑞说帮我领个做那个纪念 但就不行 朋友们实名上网了 实名上网了 开心又可以见证一项比赛的决赛 好了 现在拿完证件 我们就打算去这个球场里看一看了 球场里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个球场对立武军赛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里是立武福举起第五座 欧冠奖辈的地方 杰拉德 阿龙索的世子之文 我还是很期待来到这个球场的 虽然那场比赛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看球场 哇 来了来了 走入球场 哇 这居然是一个露天的体育场啊 这是媒体型 现在已经还在布置中 还在布置中 腾讯的位置 然后腾讯的旁边就是漫长TV的人 让我们一起高声喊出 或者 是冠军 是冠军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ENTR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ENTRO